《阅读》 阅读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阅读是为了乐趣 这种乐趣不是感官上 而是精神上的 而所谓精神上的乐趣就是 阅读可以借助别人的体验 啟发我们的智慧 提升人生的高度 书对我来说是分两种 一种是天使的礼物 另一种是魔鬼的利器 看着不好的书就会为魔鬼所成 很容易走火入魔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书 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写的 《追忆似水连华》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具著 有四千多页 里面的字数超过二百三十万 而里面出场的人物有二千多个 所以作者普鲁斯特的弟弟说 如果你想看这本书 最好是脱断了脚 睡在床上才有机会看完 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 为什么我要看文学作品呢 因为我自己是读哲学的 但是哲学的书 通常都是很抽象 很艰辛 很肤躁 但是文学作品里面 用文学的手法 像这本书那样 是用所谓意识流的手法 来写哲学的内陷 书里面涉及两个主题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记忆 讲时间和记忆 正是哲学里面 所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而又从时间的无情 和记忆的模糊 结合了其实世事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看完这本书 会引生我们一些无限的感慨 啟發我们更加深层的思考 支持香港全文阅读日 让阅读成为习惯